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吉祥 欢迎收看今天的 丛林有什么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丛林有问答 讲到这个问答 在佛门里面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 有问有答 有时候到就从这里去感受到 去明白 所以在三十系列里面有一句话 苦想自然非忽自而不达 意思就是说 在三谷里面怎么样会有回音 怎么样会有声响 必须你要主动提出音声来 他才会有回音 我想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的问答 到底由谁来提问呢 我提问 我已经等三集了 之前都是我回答你们两个问我 问到连观众都留言说 我回答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提问 你有没有哪个负责回答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问题的啊 无问题的人并不代表他不懂 就像须菩提尊者一样 他就是因为非常了解空性的智慧 所以他知道大家的疑惑是什么 不了解是什么 所以由他代替来问佛陀问题 慧众法师回答的就是太好的 提问也是一种慈悲 但就我所知啊 这个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 有时候不回答也是一种慈悲 你看我们在这个维摩经里面 最经典的就是一磨一升雷 不回答比这个回答还有力道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可以 不见得要回答慧众法师提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下班录完了 差不多 那就跟院长说要结束了 对 不过我们这个言归正传 真的是这样 像在佛陀时代 其实有弟子跟佛陀请教问题 佛陀并没有直接给他答案 然后等到这个弟子离开之后 旁边的侍者就问佛陀说 哎呀 现在这个伟大的佛陀 你明明就知道这个答案 你为什么不回答他呢 这时候佛陀就告诉 这个身旁的侍者说 其实我是知道答案的 但是如果我告诉他答案 他只能够赠得这个 比较小的国位 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他答案 他自己去找 他或许会得到更好的成就 更大的觉悟 所以佛陀才刻意不回答他 所以佛陀其实 当时是一念慈悲 让他自己去思考 比直接给他答案的力道 还要来得大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不是 特别为了向谁来回答 也许我们在回答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试着去厘清 我们自己生命的方向 然后找到自己该走的路 第一个问题 有空中的朋友很关心 我们在每次的 丛林有什么的节目中 事前的准备工作 是怎么进行的 要花多少时间来准备跟进行 好 这一题由我先来回答 我们在整个丛林学院给我们主题之后 我们大概会花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做这样子的一个准备跟练习 那这三个礼拜呢 我们会分开来收集所有跟主题有关系的内容 从这个藏经里面 从大师的拳击里面去收集 那在这个收集的过程当中 我们找到一些方向之后 我们会进行两到三次的读书会 那那个读书会我们彼此交叉 去分析跟讨论 因为对佛法的意理 有时候我看的角度 跟大家看的角度不同 所以我们在交叉辨证之后 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向 然后在白板上 再写下整个半小时 应该要呈现铺陈的一个架构跟次第 然后再练习 然后再上摄影棚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像刚刚慧之法师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大家的观点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透过交流 也比较可以离出一个就是 大众比较能接受的方式 所以你就说 虽然读书会这两三次 都短短的时间不长 一个小时多 但实际上从接受到题目到开录 只要我们把这个题目放在心上 实际上我们就是 准备了两三个礼拜了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透过学习跟互相讨论 都能够去成长 那么刚才所提到的 对于从《佛教的大藏经》 《金云大师全记》里面去收集资料 就像在博学院的 《博学研究法》的课程中 也会教导大家 如果去使用这些《大藏经》工具书 然后来做深入的学习跟研究 那既然讲到博学院的学习 也些线上的朋友也在关心 丛林学院有线上的 丛林有什么 遇见丛林等等 还有来自谁来晚餐 那么多的线上课程 近年朋友们就觉得说 那我只要在家里 在手机前面观看线上课程 就要其实不用到线下的 或学院来就读来学习呢 这个常常也有人问我 是不是这样就够了 其实它够了吗 它是够方便 就是让我们随时随地 我看到有的人是开着车 然后就架在上面 也在看丛林有什么 好危险 不过这样子的过程其实就是 早期在还没有网路发达的时候 是第四台有很多的佛教电台 所以你只要一开电视就可以看得到 佛光山也有人间卫视 这样是很方便 尤其是现在网路更方便 二六十中其实都可以得到这些讯息 但在这些讯息爆炸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它可能是很碎裂的 它可能是没有系统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网路上学佛呢 你要特别的有清楚的概念 因为网路上有很多对于佛教的论述 是不是那么完整的 甚至它是断章取语的 甚至有可能它是负面的解释 那另外一个 为什么这些还是不够 是因为学佛需要一个环境 然后需要像我们读书会这样讨论的过程 因为我自己读 有可能所谓的走火入魔 就是你陷入你的偏见之后不可自拔 我在家里自己看线上 家里自己看电视台 有时候我们只是知道一些骗解而已 但是在佛学院里面 它是一个完整的环境 它有善知识都在你身边 它有老师可以告诉你 这方向错误的 更重要的是 它不会让你有借口 我昨天有做晚课 我今天不要做晚课好累 我如果这么累了还做晚课 身体会弄坏啊 一天两天三天 你所有的订课 你所有的学习 就会中断 所以在家学佛 也许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来到学院 给自己一个空间 完整的空间 然后专注的去学习 我觉得这个才是学佛 比较完整跟有系统的方法 所以丛林学院它很慈悲 在大师的指导下 以前都是要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的时间 但是现在有所谓的短期班 我觉得人生的机会啊 如果在生命的转折过程当中 换个跑道的时候 那一段空白 也许未必一定要赶快找个工作 或许给自己一个机会 来到丛林学院 让自己有不同的讯息 把刚刚会中央法师 所说的方法学 带回去家里 更能够让你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开辟出另外一条新的路线 其实很像说 这个虽然我们从经典里都已经知道怎么样成佛 但是我们要去实践 它才能够真的成佛 我们看了菜谱 知道怎么做菜的 你也是得下厨房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丛林学院就是具有 思想教育跟生活教育这个学习的好环境 很多的观众朋友也在了解 我们在第一次的丛林有慈悲里面说到了 我们应该对于他人要能够给予帮助关怀 但是遇到常常跟自己作对的人怎么办 所以这题是要谁来回答 你回答 因为你才跟我作对 那我就要问你就是说 每次你跟别人作对 别人都怎么样包容你的 你就可以回答得了 真的喔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你在跟我作对 这样 所以这个讲到一个关键的重点 就到底是你在跟别人作对 还是别人在跟你作对呢 其实作对这件事情是从双方面来说啦 就像我们常讲说两个铜板才敲着响 一个铜板是不会响的 所以作对有时候我们会称恨跟情绪 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对方 可是却忘了看到关联性里面的自己 所以作对这件事情是有冲突 绝对是双方共同产生的关系 而且有时候是我们怎么解释人家这个行为 比如说有时候父母亲为了你好 在教育你 在提点你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父母怎么在跟我作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理清 但是我认为理清了之后 就找到解决的方法 就是说到底是你跟大家作对 还是别人跟你作对 我听过一个笑话 他就说这个以前有一个老公开车出去 出去老婆听到的时候 就赶快打电话给他说 老公老公你今天在高速工作上开车小心一点 因为呢听说有一台车子在逆向行驶这样 结果你知道他老公怎么回答吗 他说什么一台好多台啊 请问是谁在逆向 懂的意思吗 他老公逆向 对就是他老公自己在逆向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把自己的立场跟对方的立场 对调的想象 不许就可以找到答案 那个老公只要把车子掉头转向 所有他原来本来认为的逆向就变顺向 所以要搞清楚到底是自己在跟对方作对 还是别人在跟自己作对 转个念头 转个方向 其实就会不一样了 那同样在这样互为关系互为关联的一个状态的世界 因缘中也会有人会认为说我都跟别人道歉了 也跟他忏悔了 为什么他还是不愿意接受我的忏悔 也有人会认为说 你伤我那么深 为什么我那么要这么容易的接受你的忏悔跟道歉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 惠宗法师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他提的是同一个问题 只是两个角色而已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回归到 刚才的三个问题概念一样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要检讨 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于人家的这个伤害 我们是不是真的诚心道歉 一种就是我们道歉力道不够 一种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能做的都做了 那我觉得我们心力要放下 我们表达了我们该表达的 那反过来说 如果是别人跟我们道歉 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接受别人道歉的人 坦白说你不接受别人道歉 最后悲的这个重担的还是自己 所以我觉得回归到三个题目的概念就是 我觉得我们要立场互换 放了自己也放了别人 做自己应该做的 我觉得应该就可以 就是回归到自己身上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然后加持对方还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们应该就要顺着选择放下 然后接受 因为那毕竟是过去 我们所造下的因 然后刚慧平法师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那在这一个 对方不愿意放过你的那一个状态之下 那我们的心情该如何 这有点像大师说的 我们在不会教书的老师身上 学习怎么教书 我们在冲突之后 你也道歉了 不愿意原谅你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思考说 那下次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怎么对待别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佛法美妙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世间那么多的人我互动的关系 因缘 人间 时间跟空间里 那在佛学院里面是不是就不用面对到这样的复杂的关系 都是一片净土的状态呢 人间佛教 这个人间两个字 也可以说是 人与人之间 因为这个佛教 要实践在哪里 就是实践在 人与人之间 所以刚 当会中法师说 丛林学院是不是一个诸上善忍聚会一处的净土 我们先假定 丛林学院是一个净土 但如果你程度不够的话 你去到那边 你不知道什么叫净土 你不懂得欣赏原来净土的和谐是这个样子 也因此我们在弥陀世界里面 有所谓的连花化身 为什么要连花化身 因为它的程度还不够到净土世界去 可是 佛弥陀佛很慈悲 先让你来 但是你要在花包里面 先做所谓的补习班 然后等到你成熟了之后 那花开 见佛 见到佛弥陀佛 然后你从连花化身走出来之后 你才会适应说 原来这个地方的和谐 是这种和谐 美好是这种美好 所以是净土 非净土 极民净土 是看你有没有那个程度 去看待这个净土 看出这个净土的好坏 这样子 其实这个 我就想到之前 也是这个丛林学院的一个活动 叫谁来晚餐 就有一个学员 也是提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他说 这个我到了丛林学院 就能够找到生命的答案 那我想到我那时候给他的回答是说 如果你准备好了 要找生命的答案 那你就能够在这里找到生命的答案 我们不是保证班 但是看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没 就像你说 你自己是不是能够有个正确的角度 来看待什么叫净土 但是我觉得 丛林学院有一个比地方 比其他地方更有条件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是一群 都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 或是一群 想要为真理付出的人 来到这边聚会 彼此之间 当然会有人我的磨合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 找到真理的机会 跟成就真理的机会 是比其他地方高很多的 我觉得这是重点 所以为什么丛林学院叫丛林 是因为丛林里面有四只老虎 挑战特别多吗 生存很困难 不是 丛林的意思就是 孤木不成林嘛 所以呢 大家都是一群 由心向上学习的 一起在一起成长提息 就不符而止 所以叫丛林学院 共修啦 一起修持成长成就 那两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当初在世间上 也有很好的学习 很好的职务 很好的学历 一个是做设计的 一个是做老师的 为什么会放下 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因缘 然后进到福美 里面来学习 社会上有一句话 如果老师谈过去 代表我们老 不过这个学历 刚慧众法师谈到学历 这个世间的学历 有时候在学佛上 未必是助力 也许是一种障碍 就是我们佛教常说的 所谓的所知障 它会让你认为 你所学的那一些 就是究竟的真理 但其实世界很大 我们是在井里 当你被这样子限制住的话 事实上 你就会失去 开放的心胸跟思想 再去接触佛教要带给你的 那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因此大师他就强调说 世间的学历 其实我们应该更追求的是 学习的能力 只要你有学习的能力 你不难拿到世间的学历 所以大师他一辈子 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 但是他却终身可以得到 非常多各州世界的大学 给予的教授 名誉教授学位 或者是博士学位 我也想到说 如果同学真的要问说 为什么你会放下这边 而投入这个生团 其实我觉得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们看到更好的 我想到有一位师兄 曾经跟我们讲 他觉得果位比学位还要重要 学位就是对 那学位就是说你世间上的学习 那果位就是说 我们学习 把自己的生命状态调整到 更高阶更高阶这样 比如说你一开始阶段 可能是你能够把自己 照顾得很好 可是你再往上攀升 就是说 其实你知道 把别人照顾好 也非常的重要 到最后是你可以同时 把别人跟自己 都照顾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更重要的生命价值的追求 所以为什么放得下 就是以前没有比现在好 所以来到这边是追求 拿着学习的能力 追求果位 所以佛光山是提供一个 让我们实践菩萨道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入到佛光山这个大平台 来在万种人万种师万种员万种间接中去实践自己的菩萨道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 可能大家会对于佛教很多的义理思想 会更进一步地去探讨跟学习 佛门里面也说 世间上面有一个主宰者 但是又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做命运的主宰者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从里面去探究跟认识自己更了解 这样的意涵是什么呢 在还没学佛之前 事实上我们都是被主宰的 这是我们习惯的这种主宰而不自知 我们被什么主宰 我们被我们的六根对应的六成而产生的六四 这六四呢 久了之后会成为强烈的一种思想模式 这种思想模式会影响你的判断准则 行为状态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如果我们不跳脱十八戒 六根加六成加六四就是十八戒 如果我们不跳脱十八戒的控制 我们就是自己生命的猪八戒 西游记的那个猪八戒 西游记的猪八戒不是人家叫他就去吗 那个发生打斗的时候 他一定是讨第一个 但是吃一定是跑第一个 就是他都是顺着那个欲望 还有人的习性在做活 在西游记里面 他就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所以我们能不能挣脱这个控制 而变成自己的主宰 我觉得生命的主宰讲的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你能够挣脱过去的习性 习气 还有种子的那个力量 控制你的力量 也就是所谓的业力 挣脱了业力之后 那将它化为我们的工具 然后让我们的方向 顺着这个流往好跟善美的方向 继续前进 那个才叫做主宰 我也觉得说可能问这个题目的同学 我们也在理清一下 就是到底什么叫主宰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主宰就是主导完全控制 那我确实觉得说它是不容易的 第一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主宰我们 第二个我们也不能完全的主宰自己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类似主导 那主导就是说在我们可以控制的音源里面 我们让这一环音源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比如说这个虽然有阴根果中心有一个圆嘛 我想在之前的前几集也提了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我想要成就一件事情 我就培养这样的音源 我在我能控制的范围 我就去努力勤奋 我去奋斗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主导 那但是我的主宰就是我们没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 那我们的身体叫做沉住坏空 心里深住易灭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把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 这就是一种主宰 而不是有一种错误的期待 那个错误的期待就是说 我希望我永远年轻貌美 长生不老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期待 你也不可能主宰 如果从元起法的角度来看 这个命运命运所谓的命运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都是过 那我们对现况的果不满意的时候 其实在元起法里面有一个非常 具有代表佛教生命态度的 就叫做住缘 你可以投入住缘 你不喜欢的这个果 你可以在下一秒钟 你把它当成音 譬如说如果你笨 你很笨 这是一个果嘛 之后你先接受它之后 让它转化成下一秒钟的音 然后你加入住缘 这个住缘是什么 勤劳 那你也许没有办法像贝多芬一样 六岁坐上钢筋台 就把一个名曲弹完了 但至少你能够改变现况 叫做不那么笨 或者是有一点聪明 没有办法变成绝顶聪明 但至少你已经脱离了现况 你把现况 你的果 有可能是业力带来的果 这个变成下一个因 加入住缘 然后再让它变成更好 你所期待的果 所以我想其实经过会知法 是这样解释 我想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 或者是我们同学 就比较能够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 就像这个大师常常讲 做的时候努力创造音源 做完之后结果随缘 随缘就是说 我们真的努力过了之后 我们就对结果接受放下 甚至学会欣赏 对对对 然后甚至我们要再创造 另外一波音源高潮 那当然就是我们后来 要努力的地方 所以没有所谓的 主宰不主宰的问题 因为如果是想去主宰 就是一种强求 当我们能够透过认识自己 然后能够去转化自己 然后去开拓自己 就是有更好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反过来说 理想要主宰 就是没有透彻的认识 对我们在前几集 丛林有什么 有慈悲 有忏悔 有缘里面 都有关联到 菩萨的空性思想 有智慧 那么很多观众朋友 也想进一步了解 在生活中如何 学习空性智慧 但是又不着空 乃至有句话说 但愿空诸所有 圣物食诸所无 在这样的一个空性智慧里 如何在生活中去实践呢 认识空是学佛的过程当中的 必经之路 因为它是佛教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空其实是一种思维逻辑 它是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它运行背后的逻辑 你除了从经典上去认识 那只是一个初步的阶段 最终你还是要回到 有上面去体证这个空 所以认识空不着空 强调的就是 你空认识了之后 你要把它当成是你的思维逻辑 然后实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因此你懂空之后 你就会看到人跟人的关联性 你就不会只停在那个情绪 或者是对立上 你会看到情绪跟对立 其实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因缘变化所造成的 你自然就能够找到通路 去解开这些冲突 跟所谓的找麻烦 所以其实从刚才 惠之法师的这个解答里面 我想到 那如果我们生命里面的 实践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讲说 但愿空诸所有 对我来讲 我觉得就是 在你所拥有的一切上 除了你现在 要真实的去珍惜它之外呢 你要了解 它是存在空性 空性就是说 它会变化的 它终有一天会消失的 所以你要能够接受它 对于你强烈直觉的东西 能够放下一点 我想这个圣物十足所无呢 就是说 你不要凭空想象出来 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其实就是说 我们不要自己 想出一堆问题来伴助自己 没有人跟你做堆 只有你自己跟你做 自己做堆 就像那台逆向车一样 对对对对 没有人逆向 就是你在逆向 所以才会有逆向的车子 对 所以我们学习一个法门 并不是要舍弃一个 舍弃这个世界 而是透过这个法门 带给我们的智慧跟力量 重新认识自己 然后来去开拓自己 然后在这个生活中去实践 不过空性 坦白说 也不是我们这样三年两语 可以讲得很明白 我想上个一年两年的课 可能都还需要在 更用功努力的实践 才能够有所了解 所以如果你真的还要在运用在生活上 还可以举个例子 但愿空租所有 什么意思就是 大家不要执着现在的生活了 不要觉得现在什么都是永远存在的 然后圣物 食诸所无 就是说你不要把重新学院想得太可怕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对那是你想象出来的 其实重新学院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像说前面大家在问说 这个主宰自己生活 其实我们不能主宰 那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够保证我们可以马上成佛 但是我们当下就可以决定 我们要报名重新学院 这样大家能够了解 给自己一个姻缘 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空中的朋友提供的那么多的问题 也感谢两位今天非常精彩的回答 也感谢你慈悲的问题 谢谢 谢谢两位没有不回答而回答 还是终于非常慈悲的跟所有的空中的朋友回答 所有的题目 那我们今天的 重新有什么就到这边圆满了 重新有什么 我们看订阅率 再见 安 周三圆满了 不过我们今天会不会 讲了太多的重新学院 自路性行销太强了 绝对不会 因为它真的很好 可以给你很多方法 不是好东西我们是不会去变成分享的 对啊